当89岁的赵丽颖晒出自己的最新写真,网友,看完就瞬间不想减肥了。 说起赵丽颖大家更多想到的是花千古,花千古那瘦瘦小小的身材更是大家的关注点。 那你知道他为了更加适应楚桥传的角色,本就瘦小的身材继续剪掉八斤肉,这是需要一个多大的决心。 小编之前看到赵丽颖晒的写真,这不是花千古的小谷吗?这么瘦啊。 当89岁的赵丽颖晒出自己的最新写真,网友,看完就瞬间不想减肥了。 看到这张照片大家是否还有印象,女星们为了追求完美的身材,容不下自身钉点的瑕疵进行减肥锻炼之路。 长期的锻炼减肥也是为楚桥传的人物起到了一个更好的作用。 助小谷满满的肌肉,是不是瞬间感到一种安全感呢? 小谷随着楚桥传的拍摄,为了有更好的动作真实感,专门去健身房一步步的按照教练的指示锻炼。 其实小谷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吃货,风起来连节目组的道路都不放过。 虽说小谷是个吃货,但是他能注意饮食的搭配,为自己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饮食套餐。 经过自身辛苦锻炼,自然是黄天不负有心人,最终成就了自己一副完美身材。 一副好的身材可能让你回头率更高,爱情事业也能双丰收。 但是自身的肥胖肯定不能为你带来好运,肥胖为身体带来的困扰,自身重大疾病发生率也大大增加。 更优胜者会因为自身肥胖而遭到男友的嫌弃,导致情感的失败。 还有很多网友都在调侃小编,看完赵丽颖的这些照片后,我都不想减肥了,赵丽颖这么瘦了,居然还要减肥,我都胖成球了,还能减吗?好想画个圈圈诅咒你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